被戴金北檢还是一派轻松 他是股市作手郑光玉 走在他后面的是康友现任董事长陈明朗 检掉侦办康友炒股掏空案出现重大进展 我希望这个机会 让股东股民知道疫苗场的情况 康友前董座黄文烈掏空公司七亿潜逃被通弃 幕后主持者是他 穿着花衬衫中国房地产大亨王命亮 两人被查出曾指示现任董座陈明朗和郑光玉 联手炒作康友股价获利超过千万 惨遭坑杀的小股民 把希望寄托在康友旗下金基姆印尼蒂斯药厂 市值高达18亿 原本想靠他浴火重生 但之前药厂股权却被当单薄品 向安泰借贷1720万美元约5亿台币 结果被间接转卖给曙光公司 背后负责人竟然就是王命亮的表哥 等同左手卖右手 本公司的负责人黄文烈先生 八月初就已经失去联络 黄文烈带着七亿躲在新加坡过奢华生活 如今康友还失去印尼药厂经营权 肖古民力拼重新恢复交易 美梦幻灭 被掏空的血汗钱 想拿回来恐怕难上加难 三天新闻林众星 吴冠云张志豪 台北报道